网民讥讽习近平精神不正常 记者吐槽中共七一庆典犹如恐怖片 敏感时刻香港七一酿血案 不惧头破血流 美太平洋舰队司令明确警告中共 全球粮价飙涨背后祸首 学者直指中共 拜登政策受质疑 最新民调出炉 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7月2日 欢迎收看第二期万维独报 我是Cherry 七一中共百年党庆 习近平发言称 外来势力如果想要欺负中国 必将头破血流 遭中国网友在推特开呛 战狼国的人精神都不太正常 有大陆女记者形容场面宛弱恐怖片 遭到粉红和五毛的围攻 账号随即消失 7月1日早晨 中共建党百年大会在天安门广场举行 从中共央视画面可见 北京早晨的天空一片灰蒙蒙 身着一身灰色的毛室中山庄的习近平登上天安门城楼 随后习近平在大会上发表冗长讲话 当中威胁称外来势力如果想要欺负中国 必将头破血流 没想到明北陈真的中国网友在推特嘲讽 战狼国的人精神都不太正常 领导只要提到有人欺负我们就干他热烈掌声 他也感叹 美国佛州先前发生大楼倒塌事件 结果中国竟冷嘲热讽 根本毫无人性可言 事后 陈真被网友起底 11年前就进入小米集团服务 对此小米公司发言人紧急于2日在官方微博发出声明回忆 今日网传小米员工在推特上发表不当言论 经查该人早已离职 其个人言论与小米集团无关 特此声明 任何人企图借此事发表抹黑造谣小米集团相关言论的 我们将保留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 陈真的文章目前已经遭到删除 点入其个人账号则显示此账户不存在 但相关文章早已被网友备份留存 中共党签大会现场 当局安排了一批俊男美女在天安门广场致辞赞美中国共产党 中国媒体三联生活周刊女记者宋诗婷对此在微博评论指 那些女孩排列整齐 洋溢着骄傲的争相献祭的表情 真是恐怖片 就几秒钟 看得我寒毛都立起来了 微博一出 立刻招来了一群五毛和小粉红的攻击 该微博账号很快就被消失 不过小粉红和五毛人不放过 纷纷涌入三联生活周刊微博账号 继续发文大骂 西安时事评论人士庄志认为 近年来无论是微博还是微信 对用户的言论控制日趋严厉 他批评道 这种做法超越了管制范围 在一个正常的自由社会都不应该处理这些信息 这恰恰说明中国网管做的这些事情对社会的危害 有多么大的害处 实际上是在加强思想控制 这种控制越来越厉害 香港上万警察上街暴力防毒期游行 引发港人愤怒 当晚一名男子当街刺伤警察后 引刀自杀 次日港媒报道了该男子的姓名身份 警方指其电脑中存有大量反送中资料 随身遗书中指控香港国安法剥夺港人自由 据台湾中央社7月2日报道 香港警方尚未透露死者的身份 但据港媒消息 死者名叫梁建辉 50岁未婚 任职采购员 梁无精神病以及刑事案件的记录 与父母同住 报道还说 警方搜查死者住处时发现 他的电脑及简报中有不少反送中运动的内容 疑似反送中的支持者 另外 警方也在死者身上找了一张内存卡 其中有遗书交代了袭警原因 包括痛恨警方滥权暴力 以及香港国安法的实施剥夺港人自由等 7月1日是香港主权移交24周年 又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纪念日 还是港版国安法实施一周年 不过由于泛民主派投面人物 或者被捕或者出逃或者被迫噤声 加上泛民组织举办游行的申请 又遭到警方的拒绝 香港当天并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游行或集会 袭警案件发生后 港府当晚便迅速将其定性为恐怖袭击 但许多港人在网上称其为意识勇者 并流言悼念 次日还有部分民众到事发现场摆放白色鲜花 祭奠死者 警方到场阻止盘查 有一次官方人员踢打和移走鲜花 香港官员其后透露遭刺伤的警员手术后 身体状况已由微带转为严重 目前依然在救治与观察中 美国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青认为 这起血案体现了香港民众整体的一种彻底绝望 因为香港过去三年的抗争一直备受打压 尤其是港版国安法实施之后 香港原来的自由和法治荡然无存 连基本的纪念六四七一游行都被禁止 他说一个人他最后能够拿自己的生命去搏 而且在当时那个警察倒下并没有马上致命 而他最后自杀非常的致命 所以这个人应该说他是非常非常的绝望 对整个的香港未来不抱任何信心了 反映了整个现在香港民众的一个心态 李恒青认为通过这起血案 人民应该深入思考的是 今天香港的局面是如何造成的 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山姆帕帕罗日前表示 他对中共步步紧逼的威胁深表关注 他同时也表示他有责任防止中共武力夺去台湾 他对自己的部队盟友和作战筹划充满信息 以挫败中共的任何此类企图 美国海军联盟官方刊物Sea Power 6月30日报道称 帕帕罗6月29日在美国武装部队通信和电子协会 和美国海军研究所举行的2021年西部研讨会的最后一次网络会议上说 中共是一个步步紧逼的威胁 他还解释说 这意味着中共发展自己的作战能力 特别是海上能力 是我们在对自己作战能力进行投资时的考虑因素 帕帕罗说 我担心中共的意图 无论攻台时间是明天 明年还是六年后 这对我来说没有任何差别 在太平洋舰队和印太司令部 我们有责任准备好应对美国面临的安全威胁 帕帕罗还说 这一责任包括提供一支舰队能够挫败中共颠覆世界秩序的任何企图 包括通过武力统一台湾 但我也对我们的水兵 海军陆战队员和海岸警卫队员 以及我们的作战筹划充满信心 在我们的盟友和伙伴的共同努力下 挫败这种企图 在7月1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仪式上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威胁说 绝不允许任何外国势力欺负压迫和奴役 如果这些外国势力谁妄想这样做 必将在14亿多中国人用血肉铸成的钢铁长城面前 碰得头破血流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指出 全球粮食价格正在以10年来最快的速度上涨 加注已经受新冠疫情之苦的最弱势一群国家的困境 而中共大肆采购基本粮食 是导致这波粮价飙涨的其中一个原因 据法刑社7月2日报道 根据联合国粮食组织FAO资料 今年5月粮价比去年同期高近40% 是2011年9月以来的最大涨幅 以12个月为计算基准 玉米大豆的价格均大幅飙涨 涨幅分别为88% 73% 骨类和乳品价格也上涨38% 糖价肉价格上涨34% 10% 该组织首席经济学家哈山说 这显然令人非常担心 至于粮价上涨的原因 法国经济学家夏尔明直指是中共 他说中共大肆购买油菜籽 古物和肉等基本粮食 确实是中共正在助长这波粮价上涨 其他导致粮价上涨的原因 包括巴西干旱 油价反弹以及海运成本飙涨 各国推出大规模的纾困计划 使全球经济正在复苏 但是通货膨胀也随之加剧 粮农组织担心粮价上涨 将使已经陷入政治动荡的国家 社会更加不稳定 2007年到2008年期间 基本粮食价格飙涨 引发了全球一些城市的暴动 粮价在2010年到2011年期间 达到了高峰 对当时的阿拉伯之春 革命浪潮扮演了预兆的角色 FAO贸易与市场部门副主任 施密胡博相信 今年粮价都将维持高位 特别是若油价上涨时 FAO经济学家阿巴西安说 未来粮食市场的波动 会比过去更加剧烈 美国农业部预测 2021-2022年的农作物产量 将创下记录 巴西大豆和美国玉米的收成 也将创下记录 如果这些能够实现 将有助于缓解 全球农产品价格高涨的状况 但气候条件 可能是这种预测的一个未知数 根据路透社与EPSO民意调查显示 美国总统拜登的支持度 自4月以来下滑 主要是受到民主党内的支持减弱影响 目前拜登政府正在与国会决力 以期兑现竞选承诺 而更多美国人担心经济复苏不均衡 据一项民意调查说 调查拜登国内支持率下滑 在6月11日至17日进行的 全美民意调查显示 55%的成年人认可拜登上任后的表现 65%赞同他对新冠疫情的政策应对 不过有越来越多的美国人 不赞同拜登在经济 枪支暴力和税收方面的领导 其中拜登所属的民主党内部 支持率降幅最大 经济已经取代医疗和防疫 成为人们心中的首要顾虑 接近四分之一的受访成年人称 经济是最重要的问题 调查显示 多数美国人担心生活成本上升 而对于政府为改善现状 还应该做多少工作的问题 民众的两派意见齐鼓相当 路透社说 48%的受访者称 他们赞同拜登的经济政策 比4月的类似调查低了4个点 不赞同的民众比例 则上升4点至43% 好了 以上是本期望为独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点赞和转发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